是香蕉葡萄汁 這個媽媽也沒喝過耶 你想跟這位媽媽一樣嗎? 想當一位網紅直播主嗎? 在網路社群媒體時代 素人網紅當到讓不少三番族 也想改行當個網紅 比例有多高呢? 根據人力行調查 有52%的三番族就曾想當個網紅 其中有35%的三番族曾經實際投入 結果有高達71% 坦言光靠網紅收入不能過活 然後不經年就首度委託開辦 網紅行銷相關課程 結果這個課程一開班 22個名額就瞬間秒殺 看到有這門課 所以想說來了解一下就是 網紅經濟跟我們的 一般消費市場的連結跟互動 甚至有學員 是老闆出錢請員工來這裡進修 課程也邀請葉杰老師 分享網紅操作情況 包括寫腳本 分鏡 以及後續的拍攝和簡介 所以你今天要不是網紅的身份 我就是網紅的身份 我也要去買一個藝人 上課的學員 每天還得用至少兩個小時 回覆粉絲的對話 如果影片每天更新 得使用多少時間跟毅力 這些都會讓學員實際操作 了解業界實際的情況 老師教給我們很多 如何用現有的資源 就可以做到影片拍攝的部分 或者是內容企劃的部分 或者是內容企劃的方向等等 課程也會從頻道規劃和經營 以及媒體應用角度 來切入討論網路的效果 那我的目標族群就是20歲到40歲 就是比較喜歡網路的族群 也會分析 教育者網路行為 到網紅商業模式的建立 讓每一位學員都能參與實作 其實我覺得來上課的學生 都非常有潛力 也有爆發力 可是他們自己 不知道 其實他透過一些實作 他就可以掌握很簡單的要訣 想當一位真正的網紅 最重要的關鍵 不是網路流量有多高 而是 要看的是所謂的變現能力 不管你是賣商品 或是你是接廣告 你都要能夠就是 把你的這個 在網路上面的聲量 或是你的品牌知名度 轉換成所謂的現金流 轉換成所謂實際的收入 那你才是真正的網紅 你現在會比較清楚知道說 就是這些網紅 他其實他 他每一個網紅 有他自己的特色性在 那他每一種特色性 他可能需要怎麼樣的方式 去做經營 然後以及就是他們怎麼樣去 就是導入後端 就是他們想要變現的這種能力